來看今天竹鞋推出來的觀戰手冊有多麼的精彩了 現在兩隊各有兩個球員把觀戰手冊拿出來 大家翻開有看到林雅涵跟廖文綺 那當然這個球隊我們可以看到後防線的話 到目前為止開季的陣容都是相當的一個穩定 比賽裁判吹響了開始的哨音 那再來呢 行業FC這邊5號的曾雲晴 他的媽媽是來自南非 那他的...哇這就打到門柱上面 剛好在門柱的交接直角的地方 在一個小頂球當然很容易有把球給收起來 好再看剛剛這一球慢動作 其實如果在低一點的話 這一球我看這個韓晉是很難處理的 對差點他的一個連續不適門記錄剛剛是面臨挑戰的 真正死角東的死角 但真抱歉比較高一點點去讓球門柱彈出去了 在航員的一個部分呢 26號的鄭逸林呢 畢竟是本季第一場的一個先發 那也是...喔這時候發生傳球失誤 雄戰掌握在腳下 剛剛可惜喔 有沒有機會 不過新北航員這時候人都擠上來了 對 好這一個沒有力道的滾地球 剛剛航員在後防線上發生的這一個傳球的失誤 其實是蠻要命的喔 那只是雄戰的部分剛剛並沒有非常快速的來發動一個攻擊 所以最後是在一個對方失誤的情況之下 還是用進去外的遠射喔 來做一個結束喔 並沒有說能夠打出等於嗆是更好的一個進攻機會 是 看一下蘇星雲 蘇星雲要自己上 好一個人過了兩個 帶到中間 好球 起腳轉身 準備有沒有機會 越位了越位了 來看剛剛這個 一對二 啊 這個星雲 這個傳給了 星惠 是 在上一輪比賽他也罰進了一個十二馬球 好 開頭 一對二 好 過 過 不過利用這個身體的這個主打 好 夠 漂亮 在比賽第三十二分五十九秒的時候 靠著蘇星雲跟楊凱柔雙人的合作 為台北雄戰進了這場比賽的第一球 對 看到這一個組合 還會有人覺得女竹的比賽不夠有力量 不好看嗎 哇 來看這個正球的時候 凱柔的這個過程已經是非常精彩 往中間的時候 蘇星雲這一個強點喔 這一個門前的桶射 這完全是男子球員的動作 對呀 perfect timing 對 然後 這感覺新北航園是在下半場持續猛力的進攻 這一球看門機會掉中 好 到右邊 準備起腳 好 門將出來空 哇 哇 哇 四個圍上來之後新北航園這個進攻機會被斷了 來看這個慢動作 其實已經閃過了韓靖啊 但這麼一踢呢剛好踢到這個劉宜芳的左腳 對 所以差一面烏龍球啊 在雄戰的這個隊長 羅雅芳 前面才看到他在球門線上 來幫忙解圍喔 那在剛剛呢現在在右邊製造了一個腳球 哇真的是攻防兼備啊 熊戰這一個腳球 進門 Go 又是蘇一軒 這個完全啊 在這個新北航園 措手不及的情況之下 把球給頂進了球門 應該是蘇星宇 Sorry 蘇星宇今天是完全發揮了這一種九號中鋒的角色 好來看這慢動作 那蘇星宇呢在這一個 身材上啊 高度剛好正到一個強位的位置 不過利用這個空檔啊 這個順利一頂啊 把這個新北航園呢 真的整個都給嚇呆了 對 好比賽時間 所剩無極了 好這一球在熊戰的腳下 林星輝只要讓球慢慢的跑 在瀕臨城下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可能在最後這一刻 沒有 好 裁判吹哨 比賽時間到 那麼最後呢 台北熊戰呢 就以上半場跟下半場 各進一球2比0 擊敗了新北航園FC 再次 一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